玄奇使用暗语带着孝公通过墨家关卡 营前得知太子营寺杀人一事 一面让营玉去控制营寺 别再闹出更大乱子 一面要把游行抗议的民众当叛乱进行评判 魏阳得知此事要拿营寺归案 营玉抱之太后营前要绞杀平民 太后经过快速思考 让营玉把营寺交给魏阳 并转告之国君不在 有太后给他撑腰 然后马上去军营阻止营前 魏阳十分感念太后与营玉的 深明大义和支持 可国无二法 执法如山的她 让营玉转告太后 营前也要来领罪 因为她是太子的老师 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谷 也被抓了起来 好 算你厉害 安排岳阳令王氏 知会所有大臣去安抚民众 营前火急火燎的要评判 被太后拦住 并让她去领罪 枉你多大能耐 用制度管人都得老老实实 老甘龙导演了这场戏 现在又参加了演出 燕燃古宫大臣的范儿 带领着大臣们去安抚民众 两个太子妇还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制裁 此案是营前的老部下 他质问营前 将如何处置营前 得到要割鼻子的答案后 实在无法接受 营前一个侧脸特写 多么挺拔的鼻子 为了维护法律 营前告诫此案 不要生事 不知营央此时的坚持 内心是否也有动摇 民众沸腾都眼睁睁看着国府如何处理 营央请出木工剑 登上喜目立信的领奖台 隶属族人的丰功伟绩 而后称赞其族人是改革的楷模 公族犯法与庶民同罪 太子小不行肉刑 处罚如下 一 给死者披麻代孝 二 所有抚恤及一切费用 由太子出 三 收回太子所有封地 四 太子颁布罪己书 昭告天下 太子父管教失职 处理如下 太子首父营前 处异形 罢官罢绝 夺其封地 太子幼父公孙谷 处情形 罢官罢绝 夺其封地 并流放 现场行刑 看得老干龙惊出一身冷汗和鸡皮疙瘩 惩恶也要扬善 四族人农业学大寨容易称号 死者追任劣势 四决一级 由长子继承 族长为民请命 尽决一级 族人棉角三年公粮 此次有复国之危局 得以平息 魏央着实又树立了一次威信 老干龙阴谋落空 气得从此后不再上朝 忙完太子这头 忙孝公 警监让车鹰吃饱了赶快去找孝公 魏央给他包俩窝窝头 你就路上吃吧 当大家都觉得变法顺风顺水时 魏央却因惩处迎前一事而心有忧虑 迎前没有了鼻子 任谁都不见 太后问魏央 你搞出这么大动静不怕吗 变法者 无不死于变法 魏央早做好了准备 盈玉听闻言死 儿女思情 一语言表 太后大家赞扬 魏央的一身正气和浑身是胆 太后试探让魏央做盈玉的老师 太子有太子妇 公主不该有个老师吗 太后笑他了 魏央一听势头不对 赶快撤退 本为魏央铁杆粉丝的赢钱 经过如此大变 她的内心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且听下回分解 本集完 欢迎大家订阅评论 欢迎大家订阅